九七前的香港,與英聯邦三個字可有關聯。 英聯邦顧名思義就是英國為自己建構的國際勢力。 英聯邦元首一直由英國的君主兼任,當中有56個成員國, 包括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新西蘭、南非、印度、馬來西亞等等。 成員過在旅遊、留學、貿易、專業認受等方面都能互通。 所以從前,英聯邦國家的醫生一來香港就可以執業。 即使國家已經獨立,只要醫生在國家的英治時期畢業,一樣可以獲得專業豁免。 比如緬甸就是例子,當年很多香港醫生在緬甸的仰光大學讀醫, 一回來香港就可以免試執業。 同樣,英聯邦國家裡的英國和澳洲的執業律師, 也可以直接來到香港免試執業。 而香港的運動員,以前也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四年一度的英聯邦運動會。 當然,拿著英國屬土公民護照,後來轉為BNO的土生土長香港人,也有好處。 就是去英聯邦國家旅遊,基本上都不用簽證。 1984年的中英談判,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就是中方的團長。 她曾回憶地說,她說,中英雙方在港到97後香港各項具體安排時, 應方忽然要求要在香港設立高級專員公署,而不是總領事館, 藉此顯示英國和香港仍然保持著某種特殊的關係。 周南當場一口拒絕,她說,英國只會在英聯邦國家的首都設立高級專員公署。 你們是否想將未來的香港特區變成英聯邦的成員國呢? 英方自知李規,最後滋難而退,同意只在香港設總領事館。 可見當年北京在主權問題上對英國絕不讓步, 亦半點不含糊。當年尚且如此,更何況回歸了25年後的今日呢? 所以,當大家還在討論,黎智英是否可以從英國聘請御用大律師Tim Urban 來香港為他的國安法案件辯護? 我先不說國安法案能否被外國人參與。 最基本的問題是,香港已經不是英聯邦成員了。 英國的律師為何還可以像以前那樣大次次來到香港執業,說開工就開工呢? 殖民統治年代,英國人可以直接來香港為所欲為,無需經過本地的專業考試。 有警察朋友告訴我,他當年的主管是英國人,看他寫報告,英文很差。 朋友覺得很奇怪,細問才知道這個主管在英國原來是個地盤工, 識字不多,但一來香港就成為了高級警官了。 不過這些已經是愛識,香港與英聯邦三個字再無關係, 但是,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,是960萬平方公里的一個點。 中國地方何時輪到沒有執業資格的外國律師來賺食呢? 最近移民英國多年的朋友告訴我,他住的埠來了一個律師、一個牙醫和一個銀行經理。 他們都是由香港拿BNO去的專業人士,但因為資格不被承認, 最後一起落腳在薄餅店,以送Pizza為生。 當大家再無英聯邦的關係,我們的專業人士不被承認, 但為何我們竟然仍然偶斷思念地去承認別人的專業人士呢?